中国的芯片行业取得了怎样的发展 比尔盖茨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有怎样的预言实现了吗 中芯国际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我们都知道 如今随着国际市场对于芯片的需求日渐增多 这也会使得全球芯片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这就大大刺激了芯片市场的发展 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注重于在芯片领域的发展 其中中国就是其中较为显著的代表 且中国的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近日有消息称 中国的芯片制造业得到了飞快的发展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1年中国累计芯片生产量达到了3594.3亿颗之高 这也使得中国创下了最新产能记录 我们细看这数据就会发现 中国的芯片制造业平均一天就能生产出10亿颗芯片 这也突出了中国国产芯片制造的巨大实力 不仅如此 中国的芯片业的发展仍然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 而且中国芯片制造产业仍在高速扩产之中 未来我国芯片产能还将近一度增长 据专业机构公布的数据 从2020年到2024年 全球将建成的60座12英寸晶圆城中 有15座来自于中国大陆 对此有专业人士就分析称 照这一增长态势来看 到2025年时 中国大陆的晶圆产能将能占到全球的17% 指的一提的是 在2016年 中国芯片的产能占比只有3%左右 这也突出了中国芯片制造发展的速度之快 远远超过了世界多国的发展 对于中国芯片的高速发展 有媒体就发文称 纵观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整个发展现状 这仿佛让人看到了当初盖茨的预言应验了 此前 比尔盖茨在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颁布了相关的禁令 以此来阻碍中国半导体业的发展 就在美国颁布的禁令生效的当天 盖茨对此说 不卖给中国芯片 对美国来说 不仅会失去一批高薪工作岗位 而且会让中国加速芯片国产化 因此 现如今 从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 比尔盖茨的预言正在上演 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限制 这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结果只能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得不偿失 所以 中国的半导体行业 之所以能取得飞速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 要感谢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 因为美国越是对中国采取科技封锁和压迫 那么中国就会变得越强大 也加强了中国突破科技封锁的决心和动力 在美国技术封锁的刺激之下 中国的半导体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并逐渐实现了半导体生产的自主化 也使得中国的半导体业受到了这一刺激 使得中国的半导体国产化需求明显增长 加上中国全球最大芯片市场的身份 这就给中国半导体企业的发展 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据全球半导体行业协会公布的2022国际半导体行业报告显示 2021年全球5559亿美元的半导体销售额中 中国便占据了1925亿美元 这也使得中国处于全球第一的位置 据悉 在过去的2021年里 中国国产半导体行业共融资570起 融资规模超1100亿元 这也为国产半导体的发展注入了发展的动力 也使得中国在半导体业的发展上 可以说是扬眉吐气了 因为在此前 中国的半导体行业 由于长期受到美国的压制 这就使得中国的半导体业的发展 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由于没有顶层的设计 使得中国集成电路产业 自上而下出现了脱节 这就使得中国半导体业 在市场的洪流中迷失了方向 导致了自身技术的流失 这就使得中国在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中 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就是因为这种局面 中国就迫切需要去改变 而且中国有着永不服输的品质 和积极探索的精神 随着时代的进步 和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 中国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上 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与进展 其中较为显著的代表就是中芯国际 其作为中国芯片行业的领头羊 为中国芯片行业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也使得中国在芯片的发展上 能够处于世界的前列 其所取得的成就也令世界瞩目 此前 中国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称 中芯国际已经和国家集成电路 接近二期 上海零微 订立了零港合资协议 共同成立零港合资公司 主要目的就是 赤资349.9亿元 建立一座28纳米芯片的工厂 以此来加快芯片的生产 促进中国芯片行业的发展 此外 有消息称 据中芯国际公布的财报显示 2021年 公司营收同比增长39% 达到了54.43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346亿元人民币 而公司的净利润 更是同比奏征 138% 增至17.02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07亿元人民币 这也是相当大的成就 觉得一提的是 中芯国际还是全球客户数量最多的金元代工厂 并且产品种类丰富程度也是全球第一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 中芯国际在国际上也是深受欢迎 受到广大客户的青睐 有着极其广大的发展前景 中芯国际作为中国大陆最大的金元代工厂 也是中国芯片制造水平的重要象征 且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 这也是国产芯片制造崛起最大的优势 尤其是在华为遭受禁令之后 这就使得中国对于半导体国产化的需求 大大攀升 因此这也为中国半导体的发展 带来了巨大的动力 刺激了中国半导体行业的飞快发展 所以在国产替代的机遇 与资本大举进步的情况下 中芯国际就抓住了这样的发展机遇 提升自己的产能快速扩大生产规模 加快促进中国半导体业的飞速发展 此外 由于当今国际社会短缺的芯片 不是高端芯片而是中低端芯片 因此中芯国际抓住了这样的机遇 随着中芯国际这座28纳米芯片工厂的落成 在中低端芯片的广阔市场里 很有可能会大大提高 中国芯片市场的经济收益 对中国的芯片发展会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芯片将迎来发展春天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 在当今全球芯片短缺的当下 中低端芯片才是主角 才能创造出更大的经济利益 因此中芯国际在这一领域 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大大促进中国芯片行业的发展 所以随着中国在光刻机的飞速发展 这也将极大的促进中国芯片制造业的发展 坚持走自主芯片研发道路 极力地去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压迫 加快实现自主研发 真正做到自己独立发展 不再受美国的制约 真正实现独立自主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所以随着中国在芯片行业的飞快发展 将极大的促进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使得中国坚持走自主芯片研发道路 极力地去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压迫 加快实现自主研发 真正做到自己独立发展 不再受美国的制约 真正实现独立自主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这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